崔先生 崔先生 你好 好久不见 朱经理 你这么久还记得我 当然了 印象深刻嘛 五星级酒店 是分不清毛巾和抹布的区别吗 我猜您这次来 应该是来体验豪华套房的吧 对 那要不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豪华套房涵盖的隐藏服务 好 首先呢 我们会配备一对一的管家 二十四小时待命等您的吩咐 其次会有二十四小时的专车服务 方便您出行 还有一点最重要 无论你遇到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的服务员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也会第一时间来给您解决问题 放松点 就是来了个老客户 怎么就如临大敌了呢 那当然了 您的视频号那么火 有那么多粉丝 我们哪敢呀 行 看来是我暴露身份了啊 见谅啊 那个 作为试水员 我确实有我的实责所在 确实上次有些刁难您了 但是你处理得很及时 也很妥当 所以我最终给出的分数 还是很中肯的 在你们卫生方面 我只扣了一分 但对于你们的服务水准啊 尤其是在应急预案这方面 我给的全是满足 还是要谢谢崔先生 其实能看得出来 您不是那种只会博眼球的博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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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